第十七集 孙姨也是白了一眼叶晨 轻声道 你这个职业 当着我的面说说就行 就别在外人面前说出来了 他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几个 无比夸张的锦旗 叶晨摸了摸鼻子有些无奈 为什么这年头 说真话就没有人相信呢 他真的是神医啊 不是还有个叫沈海华的家伙 满世界地找自己吗 难道要拉他来作证 对了 那个沈家的沈海华 好像就是北明集团的操控者 想到这里 叶晨突然看向了和谦的男朋友 表情有些古怪了 孙姨实在受不了别人 这么嘲笑叶晨 连忙拉着叶晨离开 我们快走吧 你把衣服放下不要了 但是叶晨没有动 他认真地看向孙姨 问道 你真的想看我穿这身衣服 孙姨一震 不知为何他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下一秒 叶晨直接来到了收银台 递出一张卡 对那位店长说道 把他包起来 耍这张卡 孙姨嘴巴张得老大 他简直认为 叶晨疯了 他到底在做什么 这家伙身上有多少钱 他还不清楚吗 房租都付不起 甚至前天还问他借了三千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几十万的东西啊 关键后面还有何欠看着呀 如果刷卡失败 何欠必然会无情地嘲讽啊 叶晨啊叶晨 你为什么要一起用事啊 那个店长一直注意着外面这边的情况 自然知道这对男女没有钱 他刚想拒绝刷卡的请求 余光却瞄到了叶晨的那张卡 顿时他的脸色刷白 因为那张卡居然是公行的贵宾黑卡 贵宾黑卡 储蓄额度不低于一千万才能办理 他在阿玛尼待了整整三年 这点眼力见自然是有的 他连忙换了一副笑容 恭敬道 这位先生您好 我们和公行有合作 您出示这张贵宾黑卡 这套衣服还能在原有打折基础上 再打九折 此话一出 所有人脸色都不对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叶晨拿出的居然是贵宾黑卡 何倩当即站了出来 质问道 别以为拿张假卡就能蒙混过关 如果刷卡失败 这座假卡可是要坐牢的 孙姨也是拉了拉叶晨 着急道 快把卡拿回来呀 我们马上走 丢脸不要紧 你难道还想去警局吗 叶晨看向交集如焚的孙姨 笑了笑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我像是没钱的人吗 孙姨简直要晕死了 你不是像不像的问题啊 你就是没钱的人啊 让所有人没料到的是 叶晨不光把卡给了店长 更是颇为豪气的说道 刷 给我刷 而且我不要任何折扣 就给我按原价 老子今天不差钱 爆发户 老子今天就当一次爆发户 这一刻 那个店长有些懵了 他做了这么多年店长 还是第一次碰见这么奇怪的客人 给你便宜都不要 还一定要还价 他甚至有些怀疑眼前 这位尊贵的客人 是不是一个神经病了 但是纵然如此 他也只能照做了 这位先生 请您输入一下密码 何倩依旧不相信 面前这个穿着一身地摊货的男人 能负得起 冷哼的 哼 小子 你倒是书密码 我想看看 你们这种熊鬼 到底玩不玩得起 他更是把矛头转向了孙姨 孙姨呀孙姨 这种男人 你是哪里见来的 你的眼光 真的不怎么样啊 五年前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偷偷暗恋那个叶家废物 更是在叶家废物出事的时候 把那一家子葬了 我真的纳闷 那个叶家废物 哪里好了 本来以为 那个废物死了 你眼光会好些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你眼光还是一样 你看看你旁边这个家伙 哪里好 你这样 还不如你出去卖呢 说不定 那些嫖客 都比这个家伙好吧 何倩越说越过分 而孙姨整个眼眶都红了 她允许别人说她 但不允许别人 侮辱那个死去的叶家 她的拳头握得紧紧的 指甲更是陷入了肉里 一抹鲜红的血渗了出来 何倩依旧喋喋不休道 孙姨 要不我给你介绍介绍生意 你坐鸡 她话还没说完 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还没等她反应 就听见啪的一声响起 叶辰一巴掌 稳稳地扇了过来 更是直接把何倩扇到了地上 甚至打掉了一颗牙齿 你这张嘴 我早就想抽了 如果不是看在 你是一个女人的份上 你可能早就死了 叶辰的声音极其冰冷 冷到骨髓 她早就想出手了 如果不是孙姨 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拦 这种贱人能说到现在 这种人如果忍让 对方只会更加得寸进尺 这五年 叶辰在生死之间 明白了一个真言 敌人就必须一招按死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叶辰会突然动手 而且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一个女人扇到了地上 虽然孙姨感觉心中爽快无比 但是她一想到后果 心里又是咯噔一下 糟糕了 闯大祸了 她甚至觉得 每次只要把叶辰带出来 这家伙绝对要暴走 她根本不知道 忍字怎么写呀 这家伙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暴脾气 前几天刚刚打了江城陈家 更是进了警局 如果不是属于正当防卫 叶辰必死无疑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这可是叶辰主动出手啊 孙姨的心此刻复杂到极点 何倩终于清醒过来 劈头散发 犹如一个疯婆子一般 他站了起来 伸出手指着夜尘咆哮道 你居然敢打我 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敢打我 没有人 信不信 话还没说完 那台刷卡的机器 响起了一道清脆的语音 刷卡成功 祝您购物愉快 这一刻 整个世界都仿佛寂静了 孙姨懵了 何倩也是呆住了 甚至忘了脸上的疼痛 刷卡成功 这可不是小数字啊 这个价格几乎是 打工的好几年的收入啊 捡破烂 捡破烂能捡到一张贵宾黑卡 甚至连脸色都不变得 支付几十万的价格 不可能 这位小姐 我们阿玛尼是全球性的奢侈品品牌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如果您再恶意抹黑 我们有权把您拉入黑名单 何倩激动到 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 那家阿玛尼的店长 见别人居然质疑他们的信誉 脸色也不好看了 阿俊 他们都欺负我 你做一个男人 难道不帮我吗 何倩没想到 所有人的矛头指向自己 连忙看向身旁的赵俊 求助道 阿俊 他们都欺负我 你做一个男人 难道不帮我吗 赵俊点点头 拍了拍何倩的后背 站了出来 对那位店长递出一张名片道 你好 我是北明集团的首席财务官赵俊 第一 我希望你向我的女朋友道歉 你应该知道 我们北明集团和阿玛尼 前几天刚刚建立了合作事宜 我不希望因为你的原因 导致合作出现问题 因为你那点工资 根本承受不起 第二 这位先生在公共场合打人 并且是在你们的店里 你们有权利赶走这俩人 稍后我也会让我的律师出面 赵俊说完 抬头挺胸的看着众人 他很享受自己 在别人面前展露全市 更是余光 扫了一眼孙怡 也不知道那运动服务下 是怎么样的火爆身材 他打算事情结束之后 问这个女人要个微信 说不定打几笔钱 就弄到床上了 到时候要多爽快 就有多爽快 赵俊这些话一出 那个店员 根本不敢说话了 北明集团在一个星期前 的确和阿玛尼 成立了合作事宜 如果因为他破坏了 这项工作 他真的担当不起啊 他也不用质疑 对方明片的真实性 因为对方的气质 摆在面前啊 俨然大集团的高层 他连忙来到何倩的面前 低头道歉道 这位小姐实在对不起 刚才设我有眼不识泰山 何倩指了指叶晨和孙怡道 还不把这个穷鬼 还有那只鸡赶出去 话音刚落 又一巴掌扇了过来 这次不是叶晨 而是孙怡 孙怡实在是忍不了了 他一直退让 却不代表他好欺负 张口闭口骂一个女生是鸡 哪个女生能忍 叶晨看着孙怡的表现 不禁点点头 女人不代表好脾气 要一直忍受 女人在面对这种 胡搅蛮缠的家伙时 就必须要强硬 赵骏见自己的机会来了 上前一步对孙怡道 这位小姐 你这么打人不好吧 我在江城警局 可是有几个亲戚朋友的 你这种行为 完全可以进去住几天 不过看在你是一个 女生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晚上去希尔顿酒店 陪我喝点酒 我就考虑原谅你 她的脸上挂着 一抹银鞋的笑容 但是隐藏得很好 孙怡当然知道 对方是什么意思 张开嘴 只说了一个字 滚 赵骏没想到 对方一个小集团卖药的 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冷哼道 既然如此 你们这对狗男女 就等着吧 我今天就以 北明集团的名义 向你们华美集团施压 我看你们还怎么待在江城 赵骏面露猙獰 他快要爱上这种 掌控权力的感觉了 但是很快 一喷冷水就浇了下来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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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